重症肌无力案例 近53岁,罹患重症肌无力已20多年,长期吃西药,多年来曾试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见效。 2018年1月到原始点推广点就坚信并遵守原则至今,一年来经过原始点条例已经有明显改善。 当年病时吞咽困难,视野都是重影并且模糊,腰无力,小腿硬,手握物无法持久,所以不能做任何事,比如炒菜或吹头发等等。 现在除了小腿还有些硬之外,都没有什么问题了,已经能上下楼梯。 遵守原始点的原则,每天都一,自己按推原始点,二,将汤灌肠,将汤洗眼睛,三,温敷。 四,注意饮食,三餐都吃姜炒饭,姜,大小洋葱,辣椒等等热性食物。 五,保持良好心态,高兴,常常笑。 六,因为肌无力,最初无法运动,后来也逐渐加入成为每天的课题。 在复原的过程中,值得一提的是,姜汤灌肠加上遵循原始点饮食法则。 自2018年8月起,不到7个月,就从188磅减到135磅,降53磅,以达到标准体重范围。 开始灌肠时,皮肤出现黑块,后来异常就完全消失。 灌肠做法 干姜或姜粉熬煮第二或第三次的姜汤,每次用300cc,后来加到了500cc。 姜汤灌肠,不仅能帮助身体将累积的废物排出去,更重要的功用是温肤下腹部器官。 这是原始点能帮助人体恢复健康的重要方法之一。 原始点按推,配合喝姜汤,饮食上还要去除所有含量食物、饮品和水果,善用内外热源,加上适当运动,才能有这么好的成效。 从生活不能自理,经过仅仅一年努力,现在行动已顺畅无碍了。 我是俊,我今年53岁,我中了中针五粒针,已经有20年了。 在去年,2018年,我来了原始点推广点,一共教我原始点的道理。 当我按推的时候,第一天,我觉得我的人很轻松,我加强我的内外热肤,并且不吃生粮、寒粮的食物。 还有,我因为无力,我做运动呢,就比较少。 在去年,2018年,8月份的时候呢,我学,将糖、冠肠,再温敷我的回顾。 我一天做两次,在短短的七个月里,我的体重188磅,降到135磅。 我的身体变得很好,体力充足。 真的要谢谢张医师公文,给我一个新的健康。 前后比对,处理前,处理后。